第四十一集 狐狸去了哪儿? 上集说到 天元宇要帮清晰找兵器 就把自己娘亲生前用过的墙边送给她 清晰觉得那条软边拼动的影实在太好看了 她兴奋得起身 天元宇见到她这样的样子 轻轻笑了一声 胡低伸摸了她的皮帽 揽开步就向前走 一路上清晰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好 说条边的来历 还是说她得到这条边有多开心 清晰就真是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好 她就只是陪着天元宇一起走 天元宇见到她这样的样子 心头一远 对着她就说笑了 狐狸啊 你干嘛不再像之前那样 吱吱渣渣地说话了 清晰看到她这样 不知为什么心里面有点扯火了 两个人先去洗澡了一番 然后就回到卧室了 天元宇坐在床塔上面 她用手挠摸住条边 开始就向清晰 讲明这条边的使用方法和历史了 开始清晰还一面认真地听她说话 后来发现越听 自己越是吸收不进去 就开始烦了 清晰见到天元宇在那里暗暗沉沉 自己很开心的 她就移了一下嘴 有点委屈地叫了一声 接着就说了 哎呀 我现在作为一只狐狸 爪又不可以用 最多是担住 怎么用啊 你等我发型之后啦 发型之后 手把手这样教我啦 天元宇听见清晰这么说 又是激气又是好笑 说了一句 如果不是因为你这只小狐狸要学哪儿 我还不跟你说 你这只不明是你的狐狸 清晰讨好地在她身上 嗨一下 炸嬌啦 那你都要等我发型才可以学的嘛 不过 我觉得我今天瘦了 可不可以奖励我晚黑吃多几只鸡腿呀 嗯 天元宇炸底沉丝了一会儿 拿着手敲下清晰的头壳就说了 可以奖励你多吃点青菜的 清晰哀嚎了一声 在天元宇身上嗨来嗨去 企图想求回福利 但是全部都被天元宇一一无事 滴着她的后颈就去吃晚饭了 刚刚摆好饭上的伯仁 看到的就是天元宇 单手拿着一只狐狸的后颈 狐狸的面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但是眼神之中却可以感受到绝望 四只脚都踩空了 挣扎了几下又倒下去 她的样子看起来十分可爱 那些仆仁被清晰的盘里面 已经装好了两只鸡腿了 就放在她面前 清晰趴在桌上 她想吃啊 但是她仍是先看一张眼牵元宇 牵元宇看上去仍是冷着臉 她自己就先夹了一筷子吃了一口 然后又夹了一筷子青菜在清晰面前 而且就拿走了清晰的鸡腿 当时清晰就觉得自己的人生真的没有什么值得期待的了 她开始不满了 小小声地就叫了 你要给点肉我吃的 我现在还小还在发育着的嘛 我要吃肉啊 牵元宇就没再多说什么 只是冷着臉扔低了一句 减肥啊 清晰见到面前 被牵元宇夹到满了的绿油油的青菜 觉得自己的面都青了 看了下紧静的那只黄色的鸡腿 清晰就护着鸡腿 开始吃饭了 牵元宇看到她这样 笑了一下 就开始吃饭 吃完饭 还顺手摸了下清晰的鸡腿 捏了下那块小肉垫 心满意足地带着清晰回房 牵元宇啊 你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发型啊 我想知道我变成人之后会生什么样啊 嗯 说实话 我如果发型成功之后 要用什么身份在你身边啊 我可能还是做宠物吧 牵元宇揪了下她的背部 又捏了下她的耳朵 有些慢不惊心地说了 你就以我的贴身 你就以我的徒弟身份在我身边 反正她们都不敢说什么 清晰还想说些什么 但是突然间就觉得有点眼睡了 只是发出了一些微微的声音 她就睡着了了 牵元宇发现清晰睡着 她自己也都陷入了沉思当中了 其实 本来她就是想帮狐狸挑一条软边的 长刀长剑 姑娘家带着也都不好看 更何况 这只狐狸的血肉 据说是可以长生不老的 如果引来居心不良的人 那应该怎么办啊 她只是万不惊心地问了一句 根本都没有想过要征求那只狐狸的意见 但是就听到了她意想不到的答案 条鞭啊 牵元宇在清晨阳光之中醒了 她看到的是自己身边 被自己抱着的狐狸 她忽然间明白了 之前的种种感觉 她想要呵护她 想要宠着她 不想她看别人 不在乎她发型之后是什么样 这些并不是对宠物的占有肉 而是她真的喜欢清晰啊 清晰睡醒之后 觉得牵元宇有些不对路了 尤其令她觉得不同的地方是 牵元宇不会出声怼她了 虽然牵元宇应该操练的时候 落手也依然很狠的 但是仅仅是怼她 她就已经很开心了 在牵元宇怼她 甚至还有些温柔的时候 清晰就脱口说了一句 牵元宇 你最近是不是病了 是 看到牵元宇 本来温暖如春的面色 瞬间变得好像祸体那样黑 她下意识地打了个冷震 然后乖乖地递了给她一个果子 合上嘴不说话了 自己就吃着苹果 经过一个月的时间 清晰也渐渐习惯了 看就看吧 反正对她又没什么坏处 就这样她就继续大胆地 皱起了面前那只金黄的大鸡腿 清晰发现自己身上的声纹 已经开始慢慢形成了 额头上面的声纹 已经从耳根那里向额头上生长 形成了一个圆圈 而在额头的中间 还生长着好像星星那样的黄色斑点 看起来就好像她的头上面顶着一个首饰 这样她的颈上的声纹也已经形成了 跟她头上的样子没有多少差别 只是颜色浅了很多 有一次 两个人懒洋洋地躺在床上那时 清晰就对天元宇表示 自己应该就来化形了 天元宇梳在身上的毛 手停了一下 然后就继续梳了 说了一句 那...多好啊 现在清晰已经不要求天元宇带她出去 因为她现在实在是太明显了 雪白的狐狸亦就算了 头上那些声纹也都太耀眼了 她现在每天都在后山修炼 就是希望自己哪天化形之后 可以跟着天元宇一起出去走走走 这一天 正在两个人舒舒服服地享受着茶点的时候 清晰突然现身向着王爷品报了 王爷 皇上想要召见你 应该是烟尸雨的事 烟尸雨? 天元宇的眉头皱了起身 然后就冷笑了一声 清晰的脑就纷纷沉沉地 听到天元宇的冷笑 反射地睁大眼 看了一眼他们 天元宇用手捏了她的面 游声说了一句 我去一去就回来 然后帮她盖了衣服 就转身走了 清晰睡了一阵 睁大了一对眼 她懵懂地看了眼周围 回忆了一下 这样才想起 天元宇已经进了皇宫了 她慢悠悠地走到浴室里面 天元宇曾经见她喜欢浸水 就帮她做了一个小水池 她站在里面就不会浸到的 她舒舒服服地帮自己 就黑了一些肥皂 忽然间她看到自己的变化 有点害怕又有点惊喜了 她没有看自己的面 她现在在想 自己应该如何脱身 她已经完全化得型了 这个小水池已经融不下去了 她站了起身 走到天元宇的大池那里浸了起身 感觉好舒服啊 只是外面那些渤人实在很烦 她只能一声声地叫住 然后就趴在那里 觉得全身的皮肤都是发猛 她就在想 天元宇什么时候回来啊 天元宇刚刚回到皇府 就看见紫衣急急脚地跑过来 她有点诧异了 她面色没有变到 只是问了一句 什么事啊 就听见那几个人说 那只笨狐狸在浴室里面浸了很久了 一直都没出来 他们想进去 但是外遇那只狐狸一直在那里叫 不让他们进去 他们就不敢进去了 但是狐狸已经有三刻钟没叫了 他们怕狐狸出了什么事 但是又外于狐狸之前的叫声 不可以进去 天元宇听完之后 也不顾得想分析他们了 急急地跑到浴室里面 天元宇刚刚一推开门 掀开的链就向里面冲了 热气涌到她面上 她向那个小池仔一望 发现没有狐狸的身影 又向个大池勺了一眼 也没有她的身影 但是她可以听到一阵阵呼吸的声音 清晰发型之后到底生什么样 好不好看的 我们下回分解了 记得留意下一集 第42集 清晰发成人形 上集说到 小狐狸冲冲一下梁就没了声气 嚇到天元宇立即冲进浴室 那些呼吸的声音 和小狐狸的呼吸声音是相近的 但是就比狐狸的呼吸声要轻 她忽然间看到 那个放着衣服的屏障的那一边 有一个身形万妙的女子 站在那里 天元宇的心警惕了起身 手里面已经开始运用功力了 准备直接就拍上去 她看到那个女子探了一个头出来 露出了精致的面容 对她说了一句 天元宇 你回来了 天元宇看着眼前这个姑娘 她被她矮了一个头 膚色很白 容貌精致 微微上挑的桃花眼 被她带来了一丝魅惑的感觉 清晰坐在天元宇身边 拿着她面前的绿豆糕 天元宇问了一句 你干嘛现在就化了型 清晰把嘴里面的糕点吞了下去 我怎知道 或者是因为我的声纹生齐了 所以就这样化型了 清晰喝了一口花茶 潤了喉咙 有点疑惑地看着天元宇问 为什么你今天这么晚才回来 皇上没有拿回你 天元宇看到她这样的样子 实在是可爱 用手又擦了一下她的头 游声地说 没有啊 只是一些小事而已 清晰忽然想起了些什么 对着天元宇就笑了一下 声音里面带着几分灵动 你不要再小狗里小狗里地叫我了 我叫清晰 清水的清 希望的戏 天元宇看着她的样子 将她的笑容深深地记在眼里面 清晰拉着天元宇的手 有点委屈地诈娇 我想出去逛逛 你陪我吧 好不好 我之前很乖的 好 軒圓羽有點頭痛地看著眼前的清晰 他穿著一身粉色衣衫 在人群之中顯得格外的仰眼 只見他從唐狐狸的人的架上面 拿著一隻唐狐狸 然後對他揮了手押他過來 他剛剛靠近清晰 清晰就抓住他的手押的銀錢 他就只好無奈地幫這個姑娘給了錢 那些人看到軒圓羽 剛剛想要說什麼 但是就硬硬把說話吞回口 只是因為看見軒圓羽 那種帶著幾分撒耳的眼神 而那種眼神一轉到清晰身上 就立刻化為了柔情 清晰吃了一粒唐狐狸進嘴裡 臉就一下就皺了起來 唐衣下面那些山楂 酸到牙都尺了 他看了眼睛軒圓羽 眼淑滑了一下 笑了 然後就把唐狐狸帶到他嘴邊 軒圓羽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清晰就說 這個唐狐狸味道不錯的 就是有點酸 叫軒圓羽試試 軒圓羽吃他吃剩的唐狐狸 也沒有什麼不滿 反而就覺得那些山楂很甜 再加上那些唐衣 令他覺得一直甜都入心 清晰都不理軒圓羽面上是什麼表情 他又見到一粒珠寶角 抓著軒圓羽的手就進去了 店小椅原先是靠個櫃桌上面 見到有人來了 他白正在臉上掛著欣勤的笑容 一看進來的是一男一女 張開口就說 哈哈 兩位是夫妻是嗎 真是登對 清晰剛剛想說不是 就被軒圓羽抓住了 我們這邊就剛入了一對鴛鴦陪 你們兩夫妻一人一個就剛剛好 小椅剛剛說完 他就拿了一個盤出來 上面就擺著玉做的鴛鴦陪 上面就不知道怎麼染的 帶著幾分血色 清晰走近的盤 只是覺得那些玉佩上面帶著幾分靈氣 見到他這麼喜歡 小椅張開口就說 哈哈 除了這個玉佩 還入了玉眼 還有銀鏈 還有別的 一邊說 小椅一邊就向桌上堆些東西出來了 清晰看著那些東西 眼睛就閃閃發光了 軒圓羽問了一句他喜歡什麼 清晰就沒有理到他 只是顧著尋找上面那些靈氣 最後就選好了 卻聽見 軒圓羽就對小椅說了一句 全部包起身 清晰問了軒圓羽一下 在耳朵旁就小聲說了 為什麼全部買了他 只買我選的那幾個就行了 他把自己選出來的東西給軒圓羽看了下 那對鴛鴦配還有一個玉斑子 軒圓羽又看了硬的盤 選了一串銀額出來 就這些吧 包起身 清晰拿起鴛鴦配 選了裡面那隻鴛遞給軒圓羽 自己就把那塊鴦留下 拿著那塊玉斑子 押軒圓羽把手抵過來 軒圓羽剛剛把手抵過來 就被清晰拿著了 把玉斑子套在他手上 清晰突然覺得臉有點生氣 有一種幫自己未來的夫君套上分界的感覺 軒圓羽看著手上的戒指 水角畫起一抹好好看的弧道 軒圓羽拿著錢袋去結帳的時候 珠寶閣的掌櫃就出來了 珠寶閣的掌櫃見到軒圓羽之後 直接就跪下了 把聲還帶著幾分震 哎呦 不知神王駕到 沒有接駕 還請神王見亮 他見到還吐在那裡的小耳 蒙了他的衣服 看見小耳這樣的樣子 他帶著幾分討好地說 哎呦 是不是我們家裡小耳 做了什麼事 激怒了神王啊 你說 我一定好好地撿回他一劑 軒圓羽拿了他們一眼 額頭是意 就帶著清晰離開了 掌櫃看著軒圓羽遠去的背影問 喂 你是不是做了些什麼 你看看神王他現在的心情 好像都不錯這樣的樣子 小耳面色就有點不好看 問掌櫃了 哎 掌櫃啊 這個神王是不是沒有妻子的 不是說不近女色的嗎 掌櫃就認了一句 神王當然沒有娶妻啊 而且神王從來都不近女色的 掌櫃開始用個算盤 計算合聲的收入了 他剛剛想說什麼 就聽見小耳跟他提了一句 但是我剛才還說他身邊那個女子和他 是夫妻的 這一下他掌櫃就吐住了 然後嘆了一口氣就看在外面 暗沉了一句 唉 事福不是和 事和就多不過 沒辦法了 我們該做生意 就繼續做自己生意了 今天逛得很開心啊 清汐在牽原雨把床上滾了一下 牽原雨有點嫌棄地看著清汐 然後就問了一句清汐 可不可以變回狐狸啊 清汐停下了自己的動作 在床上坐了起來 嘟著嘴就說了 那我就試一下咯 清汐剛剛說完 整個人忽然變小了 只見從一堆山裡面 捐出來一隻雪白的狐狸 你看一下 我是不是變回來了 清汐艱難地從衣服裡脫了身 嘴裡就暗沉了一句 不過 好像不是因為我的原因啊 好像是零力不夠了 牽原雨將他抱起來 用隻手順了一下他的皮毛 有點調寒地說他 那你還不多些訓練 還那麼有空在這裡玩 清汐就累奶奶地回應了一句 牽原雨帶她出去吃飯 清汐又玩到累了 靠在牽原雨的懷裡跟她說 我好累啊 不想動了 牽原雨叫人拿了另一雙筷子 清汐閉上眼瞎了一聲 就聽見牽原雨在頭上說了一句 閉嘴 一筷子一筷子的青菜塞在清汐嘴裡 她有點不滿意地表示自己想要吃肉 就被牽原雨塞了一塊紅燒肉 她心滿意足地聞著牽原雨身上的靈氣 嘴裡吃著牽原雨味的菜 清汐心裡感嘆 人生最美好 不過如此啊 人事 牽原雨就慢慢回省了 懷裡那一團毛茸茸的東西都還未醒 呼吸均勻 睡得很軟 牽原雨用手輕輕撫摸著牠身上白色的熔毛 想叫醒牠的 但是牠又不忍心 雞腿 清汐都還在發開口夢 合場眼眉得緊緊一緊 一面滿足的微笑 這傢伙 這傢伙 為何發夢都想吃雞腿 牽原雨摸著牠 幫牠順著後背上的毛 最近牠又好像肥了一點 不可以讓牠吃那麼多了 否則牠真的要吃得像一隻圓滑滑的波一樣 清汐好像在吃雞腿一樣 嘴就抹抹抹抹抹 好像很享受的樣子 牽原雨輕輕捏著牠的臉 嘴角微微上仰 這隻狐狸真是很可愛 就在這陣子 清汐的嘴就微微抹大了 口水流了出來 剛好就流在牽原雨的手上 牽原雨的臉色馬上沉了下來 牠的怒火慢慢燒起來了 牽原雨收起了牠之前的態度 向著正躺一個懷裡的小狐狸喊了一句 清汐 清汐的美夢瞬間就破碎了 下意識就醒了 這個形形都沒有維持多久 又變回小狐狸了 那怎麼辦呢 繼續留意下一集吧 清汐說牠要在評論區等你留言 該不會再問一下 有一個こんな形容 就是一個在家 切成了一件事情 又會再問一下 一件事情 請問你 那你會知道 你會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